好 各位媒體 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們今天仍然是沒有新增的病例 那累計387人解除隔離 那 沒有什麼新聞可以講 那今天就是 只要大家看到這個 八勒 八 八個勒 我們這是 八天來 大家都很熱 那怎麼樣能夠力行防疫的新生活 讓我們這個熱可以持續的增加 努力 那這是我們在 很有意義 這是我們在應該是 甲仙是不是 在裡面他們這些小農們所做的這個 八勒 那我很欣賞這八勒 就每一顆都不同的樣子 就代表臺灣是很多樣心 很多元心 那八勒我們就繼續在 期待 期待 繼續都下去 那相關很多的這些 開放的一些措施 陸陸續續 也都在檢討中 那反正我們這是在日常的生活 除了這個 謹守我們的防疫新生活之外 其餘的在境內 儘量都朝著 可控的情況下 儘量來開放 以這樣的原則在進行 好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謝謝 指揮官好 中心新聞這邊有兩個問題要來提問 第一個提問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在受訪的時候說到戶外現在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想知道指揮中心這邊怎麼看 另外是如果縣市政府如果遇到疑似武漢肺炎的死亡的案例的話 目前中央有沒有規定這個檢體要多久之內要出來 那如果在檢體出來之前 遺體應該要怎麼樣來安置會比較好 是要立即火化嗎 還是冰存等等其他的方式 謝謝 我想 新北市侯市長講 我想是在標 因為他內容裡面還是講就是說 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那在戶外的時候 那如果可以維持社交距離 那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還是照我們的原來 這樣的一個大的方向在進行 有關這個疑似的這個病例死亡之後 那就是檢驗的部分 其實檢驗就是要看我們檢驗所的一個 的檢驗的時間 還有他送從這個當地檢驗採檢之後 再送到這個檢驗的機構的一個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大概沒有辦法說 到底要多久之內要能夠驗出來 但是我上次也說過了 他並沒有所謂的24小時之內必須要火化的這個 一定要有這個規定 他的規定只是說有疑似病例的話 24小時內通報 那另外就是這屍體的處理是要火化或生脈 那當然就是屍體的處理的話 那會由這個專業的這個商場人員來做處理 那他們會穿隔離衣 那針對屍體的部分會有套兩層的濕袋 那就可以送到這個 就在冰儀館這邊就先冰存 以上 是 請教指揮中心 昨天有提到說跟漁業署在下午有開會 那我們想知道說今天的這個結論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想問說 文化部已經把場館開放的指引規劃 提交到我們指揮中心來 是不是也有進步的一個管制措施 可以跟大家說明 謝謝 針對遠洋漁船回到 國內的港口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就是落實一人一室的居家檢疫 那除了他船上必要要留守的人員以外 其他我們就進到這個防疫旅館去 那船上的部分也是 落實一人一室的這樣的一個規範來做處理 防疫旅館的數量 目前高雄市我們有請高雄市政府這邊 來協助增加到2000間的這樣的一個規模 來因應兩波 因為第一波是6月初到6月中旬是有漁船 那6月中旬到6月底7月初左右是偽漁船的部分 其他是像小館等等那些是比較零星 以高雄市最大量 其他是宜蘭跟屏東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高雄市這邊能協助 再去將防疫旅館的數量擴充到2000 這樣子如果真的是有不夠的部分 我們再來調動這個集中檢疫場所來做協助 另外補助的部分漁業署他們會去做討論 農委會會去做一些研議 那初步建議他們 如果沒有辦法領取到居家檢疫的這個補助費用的部分 那一個那一塊就由農委會來做協助 農委會會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那我想不只是文化部 那各個單位都有提出相關對於這個 各個所主管的範圍內的相關的業務 提出一些他們的需求 跟他們的一個方向 那大部分的方向我們都同意 在整體那有一些小細節 我們有跟他們在做進一步的溝通 那另外在主要在進來我們也是在討論比較多 就是這個實名制 有些地方為了便於將來在開放的時候 能夠在疫調上面能夠符合這樣的一個即時性 那跟不用說經擾到太多的人 就能夠很完整的把它做完全 所以在這個個資的這樣的一個 不會被濫用的前提下 怎麼樣規劃好一個實名制 所以有一點想就是說 我個人就在跟大家討論就是說這個實名制 這個名本身就好像就牽涉到很多的一些 可能不是我們需要的一個真正的個字 我們需要是能夠即時聯絡得上 所以有一點希望把它改成這樣 要名稱改成所謂的實連制 實際可以聯絡到 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規劃 應該是比較符合各自的保護跟我們 我們真的在意料上的一個需要 你好 那個中國時報想請請教 就是美國有研究發現 就是他們這個患者當中接近四成的人 都有那個急性性損傷的問題 想請教一下張教授 在台灣的患者當中有發現這樣的狀況嗎 那如果有的話我們這邊的應對措施如何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口罩政策因為接下來還是會鬆綁 想請教一下指揮中心就是 接下來的鬆綁會有沒有什麼樣的步驟 就是比如說什麼階段會鬆綁什麼樣的口罩政策 那寄送口罩方面未來會有可能再放鬆嗎 謝謝 對不起你說四成的病人有急性腎什麼 我沒聽清楚 腎衰竭 腎損壞 腎損傷 OK 好 我們的個案前前也有媒體朋友問過嗎 就是因為這個我們的腎臟細胞裡面本身也有 這個所謂AGE2的受體 所以病毒是有可能侵犯到我們的腎臟細胞的 可是我們的個案裡面沒有太多明顯會有腎臟的問題 那有少數重症的病人到最後會有一些腎 功能受損的狀態 甚至有所謂腎衰竭的現象 而需要靠洗腎來幫忙 不過這些個案數是相對是很少 沒有這麼多就是個案數而已 所以沒有像美國的報告這麼高的比例 至於在口罩的政策 大概10名字這個政策不變 方向不變 但是未來整體在這樣的一個管理上 會走向更開放 那現在是有考慮我們對於口罩 大概我們民生用或是我們公務用 這樣的一個數量 我們大致上能夠掌握得清楚 那再掌握一下我們主要的一個戰備量 那這兩個供應權之後 那有點方向會走向上是一個定額的徵收 定額的徵用 應該是說定額的徵用 我們現在是全部徵用 那現在我們可能就在這個 可以掌握到的需要跟戰備量 能夠非常的相當的確實的前提下 那改用變成一個定額徵用 那定額徵用那剩下的 剩下的相關的一個數目 一個是說各個廠商怎麼樣來分配 這是一個 各個不同的一些 我們的生產線有很多的條 那大家怎麼分配這些的量 然後第二個就是 是不是要外銷 那基本上這是在財政部的一個管轄 所以我那邊來做一個定奪 那現在整體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戰備量 也趨於滿足 也趨於滿足 所以大概未來的口罩政策是會更開放 不過實名制大概還是會繼續做 那確保大家都可以 在適當的時間 跟他根據自己的需要 能夠買到口罩 請問一下指揮中心這邊 就是我們國內的防疫做得很成功 然後也把死亡案例降到最低 但是還是有7名死者過世 那這方面政府會不會提供一些慰問 或是給家屬一些後續的什麼樣的協助 謝謝 現場不會針對這樣的一個傳染病 造成的一個 就死亡的 那特別訂立這樣什麼樣的一個扶恤 或是一個補助的辦法 可是會我們還是有相關的急難救助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紓困 在這一類 那最主要是在醫療費用 那是由國家來做相關的給付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疾管署這邊已經有認證健康指標為護旅行社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認證的標準是什麼 那已經發出了幾家 然後交通部已經有跟我們這邊提出 大宗運輸交通工具的那個放鬆的辦法了嗎 那我們現在討論的狀況是如何 謝謝 目前這方面好像是交通部這邊在規劃 那認證的部分 詳細的狀況可能我們還在跟交通部這邊了解 那你剛剛第二問題是什麼 放鬆的部分 現在是就是這樣子就是 大部分大概都沒什麼問題 那他那有關 他也說了就是有關這個口罩部分還是會持續的這個 帶是沒有 是還是會持續帶 那並沒有說要先解除 好這問題還是剛才統一的問題 就近來已經各個部會 就會他主管的相關的這樣的一個事業或是單位 他們都已經提出 他們的一個草案 那這我們也看過一次 那剛才講過 還有一些細節地方我們再來溝通 那就會儘快儘快跟大家來公佈 指揮官好 中天提問一個問題請教 因為我們明天有那個就是 那個午餐的約會 然後那個大家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會特別選擇就是這間滷肉飯 是不是因為部長您特別愛吃台灣的滷肉飯這樣 以上謝謝 對 那基本上當然有很多的考慮 不過這滷肉飯是一個本土的小吃 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歡吃 我想 在台灣可能每一個人都吃過不同的滷肉飯 我也吃過非常多種的 那每一樣都有它的一個風味不同 我都覺得相當不錯 那並不是只有喜歡吃滷肉飯這樣 各種小吃 肉圓 哇貴 這我都蠻喜歡的 謝謝 其實這次的那個世界衛生大會 雖然用網路的形式來那個 然後因為這個禮拜是最後一個工作日 我們還是沒有收到訊息 那我們稍早是有說我們會 希望能夠力拼參加11月的實體會議 那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部長跟我們講一下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口罩 親友寄到國外去 目前還是兩個月30片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這個他們很希望能夠 去幫助國外的親友 那這部分我們大概何時會放寬 謝謝 剛才口罩的我已經就整體的政策的方向 就實名制繼續做 那可能將來就是會我們定額的徵用 那就剩下一定的額度 那可能是在國內來販售 或者可以外銷 那這一部分就還沒有定案 但整體開放之後 那這些都 這些就不會有這些在另外就是說 他買不夠 發寄送的量比較少這樣的問題 我們是這樣整個來 整體來解決這問題 對不起 那我們會不會有一個期程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5月 那我們大概可能是 譬如說6月或7月是有這個機會 因為國外很多親友他們等的都非常的著急 謝謝 不會那麼久 會比你講這事情還要更快一點 絕對不會到7月那麼晚 我現在講我們的前提就是說我們把那個戰備量 都確實把握住了 那每一天的使用量 我們現在大概掌握得滿清楚的 再觀察一個禮拜 大概就很清楚 我們4月9號14天9片 然後再購買的人這樣來看 我們大概第一次的這樣的14天9片 那樣的一個下來的話 大概平均 大概我們大概那時候大概一個月下來 大家可以買大概平均大概是18片 台灣大概1900萬人 除了我們公務配送的之外 大概有買的是1900多萬人 那平均大概是18片 所以大概是一半的量 那涵蓋率是幾乎100% 那是一半的量 所以我們盡量 盡量朝向一個更開放的一個路 那不過我們在參加這個WHA確實 就是我們持續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他這次是一個視訊的會議 那我們努力到現在 看起來得到邀請的機會 應該是越來越小 但我們說還是不放棄任何一種可能性 那接下來在4月11月可能是疫情的情況 那WHA這邊可能還是會再補辦一個 繼續的一個實體的會議 那不過要看 他們整個的一個疫情 因為在瑞士這邊 疫情仍然是蠻 蠻重的 那其實 所以他能不能到時候可以開 這我們也大概是保留的一個態度 不過有 我們還是要非常非常積極的去爭取 來 部長好 聽VBS請教 部長我們在這兩天 昨天我們的那個防疫影片有新增了很可愛的兒童版 就是教小朋友怎麼戴口罩用兒歌的方式呈現 部長這幾天也有跟小朋友訪談 不曉得這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特別有印象的 或者是覺得蠻值得議題討論的 另外 紐約時報的記者 他因為工作關係在很多個城市有隔離 他特別提到台北的疫情隔離流程做得最紮實 不曉得你有沒有覺得蠻欣慰的 或蠻有成就感的 以及明天因為您要到胡須張那邊有一個活動 那不曉得現場我們的這個防疫的工作 有沒有特別做哪些準備或交代 謝謝 大概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台灣的整個的隔離 或是我們相關的一些檢疫的措施 其實我們相對都人性化 其實如果跟各國來做一個比較 那所以我想說我們其實非常的得意的 或是我們自豪的 是我們國民的水準 在沒有非常強制非常暴力式的這樣的一個法規 就能夠達到很確實的隔離檢疫 那這是我們在整體在防疫上到目前守得住的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當然還是要很多人的努力 像我們昨天也提到在第一線的我們的里長 那像我們的一些雙向的檢訊 那還有我們這個衛生所的相關的人員 其實都盡了很大的力量 加上我們國民的配合 所以我們才能夠有這樣子一個 至少在世界上來評比是一個最人性化的一個檢疫 第一措施而且達到最好的效果 那至於在小朋友們 確實是非常的可愛 像昨天我也講就是說 其實我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鼓勵 其實很大的一個比例 大家也很難想像 大概有百分之 我看起來大概百分之70以上吧 都是幼稚園的小朋友 跟小學生最多了 那學校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 每一個人都可以對這個防疫 跟自己該注意的事項 都講得頭頭是道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能夠成虧看到小朋友 那樣的一個反應 就是爸爸媽媽怎麼教他的 學校怎麼教他的 那整個社會的氛圍是怎麼樣 那也許等到這疫情更輕鬆一點 我們可以把我們這些相關的這些 比較 其實都很感人的 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不過那實在是很多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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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有不少的酒店八大從業人員 去台北市議會陳情 希望能解禁 那未來會有相關的規劃嗎 以上謝謝 規劃 他們是陳情的 那我們對這有進一步 沒有我們的規劃就已經很清楚 符合我們的條件 那能夠業者能夠清楚的 表示他能夠遵守這樣的一個規範 有這樣的執行力 那縣市政府認為這樣的一個審查 在監督上面沒有問題 那自然就可以開放 還是一句話如果說還有疑問 那可以提到我們這邊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請問來以前 像相關的縣市政府有很多的 這樣相關的疑義也都行 我們來 那我們都一一會議解答 市長好 金週刊提問 現在台灣的疫情已經逐漸穩定 那其實蠻多人會想瞭解 就是說國外的一些經貿往來 那甚至一些旅遊到台灣的部分的一些 開放的政策 想請問一下指揮官就是說 昨天當然那個副總統陳建先生 也有提到 各國交通往來解禁的一些標準 例如說疫情的資訊不透明 然後不公開有疑慮等等 就會爆發比較多事件 可不可以再請指揮官 稍微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現在針對 不管是經貿往來來台灣 或者是有一些國家的人 可能希望來台灣旅遊等等的 這些有沒有一些實際的做法跟實程 那快篩試劑的一些部分 會不會是我們接下來在一些政策上面的 有關於它影響我們後來就是說 鬆綁的這個政策的一些關鍵 謝謝 那在國外進到旅遊或是國人出外旅遊 這我們到目前來講 都大概還沒有這樣開放的一個想法 但是對於經貿往來的 那這是我們非常積極跟經濟部 再來討論這個事情的 那我們現在也等經濟部把相關的這些 整個量能 到底就是說 如果這樣子開放的某一個程度 那到底要多少人進來 那進來的太陽是什麼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樣的一個必要性 可能必要性裡面會是在經濟部 跟我們講 那我們這邊會來決定那個量能 大概我們能夠承受多少 然後第二個當然有一些相關 國家都在倡議相關的一些旅遊 都怎麼樣來做一個 互相在一個安全的範圍裡面 怎麼樣來做這樣的一個流動 那我們也願意來談 因為這事情可以多談談 不過多那個東西談大概基本上的要件還是 怎麼進來怎麼管理 那當然會有很多的背景的因素 等於它的一個安全性資料的透明性等等 那當然是我們在討論的一個背景的因素 但重要的是進來我們有沒有辦法 好好的做一個管理 那確保我們社區的一個安全 好您剛剛聽到的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的內容 在今天又是沒有新增病例 所以記者會的現場特別擺了八顆的巴勒慶祝 連八零確診 那麼現在確診數還是維持在440例 我們收到了這一新消息 進一段廣告稍後就回來